公读《轮与圣讯》第一册第285页 南极寿心慈悲 相信你自己 要出任何事情 选择这条修道的路 你应该是下定决心 很有信心的来选择 那既然选择了 那么你更应该毅然决然的走到终点 修道最怕的是半途而废 很多人学了很多知识 但未必他有智慧 求知识也只是因应这个社会需要 工作需要 你不可以太过执着 字是死的 法是活的 所以你要能够运用 才不会造成文字障 就像你听道理 你需要往好的地方去寻求 而不是钻牛角尖 钻找问题 道是要教化他人的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 做一个明理的人 口说而心不行 没有用 修道贵与能够以身作折 自己很会说不会做 别人也不会幸福你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以身是道 做好你应该扮演的角色 以平常心处事 切记修道不可以有贪心 贪你不该求 跟人都不需要